建立北魏王朝和修建云冈石窟的 是鲜卑民族的拓拔部落 这个部落连同它灿烂多元的帝国 都在历史的烟云中消失不见了 关于鲜卑拓拔部落的起源 长久以来就是一个谜 究竟是什么样的土地 养育了如此具有传奇色彩的部落 这始终是人们想解答的一个疑问 而一段史料记载正是这个谜题的关键线索 据魏书记载 在北魏太平真军四年的时候 有一个叫乌洛侯的小国前来朝过 说在他们国家西北方向的大仙碑山 发现了一个北魏先祖生活过的时事 于是北魏皇帝拓拔韬就派人前去祭祀 并堪住人于世之币而还 历史学家推测 大仙碑山就是今天的大兴安岭 但那个时事在哪里却不得而知 厄伦春自治其阿里河镇向北大约十公里 风鸾层叠树木残天 在峭壁之上有一个高二十米面积达两千平方米的天然石洞 这个山洞在当地人的传说中是一个叫嘎仙的仙人居住的地方 所以被叫做嘎仙洞 1980年7月30日 考古学家米文平在这个隐秘的洞窟里 意外地发现了来自于一千五百多年前的石刻著文 经过了上千年风生雪雨的侵蚀 石碑上的课文在发现时就已经模糊不清 人们很难辨认出上面的字迹 后来经过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 通过踏片的方法才最终还原出上面的内容 而这些文字也让当时的人们激动不已 一个埋藏了一千五百多年的谜题 终于寻找到了答案 先被拓跋部的起源地有了考古证据的支撑 在嘎仙洞发现的石刻名文共二百零一字 与史极记载的北魏皇帝拓跋涛派 派人刻写的诸文基本相符 这里就被正式为鲜卑拓跋部的发祥地 鲜卑拓跋部在这里一直生活到东汉的时候 过着原始部落的生活 鲜卑拓跋部正是从这里出发 最终入驻中原 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按照史料的记载 鲜卑拓跋部是在公元一世纪 也就是东汉初年的时候 离开了祖居之地大型安岭 一路南迁 那么他们是怎样与佛教相遇 又为何要开造云冈石窟呢 在云冈石窟所有的造像中 这一尊是最为有名的 有关于云冈石窟的宣传材料上面 大都印有这尊雕像 这尊世家模拟像 有13.5米高 按照云冈石窟的编号 它是第二十窟的祖尊佛像 佛的这种坐姿叫结家夫坐 守的姿势被称为禅定印 表示佛正在沉思 佛家说 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就是说佛有曼妙的体态特征 比如 头顶的肉迹 眉间会放光芒的白蚝 垂间的双耳 过膝的双手 同时佛还流露着悲悯与智慧的神情 第二十窟这尊造像 就被认为完美地表现了佛的这些特征 再呢 它就雕刻的艺术水平高潮 尽管它不是云冈石窟最高大的一尊佛像 但是呢 它从形象上 从它的表现上 是云冈石窟之最 第一佛像 作为云冈石窟的第一佛像 第二十窟 祖尊佛造像的内涵 还远远不止是它精美的雕刻艺术 很多学者认为 它是云冈石窟最早开凿的佛像之一 云冈石窟是北魏文成帝下令修建的 很多学者认为 最早开凿的那些巨大的佛像 象征着北魏建国以来的皇帝 而第二十窟的这尊雕像 有可能预指的就是北魏的第一个皇帝 拓跋归 公元一时期 先被拓跋部离开大兴安岭的密林之后 进入了蒙古草原 在草原上 他们和匈奴等其他民族 发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 到了魏晋的时候 战争的号角在中国的北方清晰可闻 公元386年 16岁的拓跋归 在今天内蒙古的呼和浩特一带 建立了一个叫魏的国家 史称北魏 十年之后 拓跋归带领北魏铁骑冲出草原 攻取了后燕的都城中山 也就是今天河北定州 然后继续挥师南下 恒山 中国人称之为北越 东西绵延150多公里 横跨山西河北梁省 它山势齐绝 恰似一道天然的屏障 挡住了先被人的南进之路 这就是著名的悬空寺 它建于恒山之南的绝壁之上 其险其巧一目了然 悬空寺总长三十多米 离地却有五十米之高 据说这种悬于半空的设计 是为了接近神 但还有另一种解释 顺着寻空寺向西看去 山地上留有无数方形空洞 这是典型的古战道遗迹 公元398年冬天 一支十万人的队伍 搭破了山谷的宁静 拓巴龜带着他的人马 以一条战道贯穿横山 打通了南下的屏障 战道的路径是随金龙峡河水的走向建造的 河水刚好流经悬空寺下 而悬空寺的前身 其实就是拓巴龜所设的兵站 一千六百多年前 经由这里 拓巴龜带领还属于游牧文明的鲜碑拓巴布 走到了平城 也就是今天的大统 在大同市开展的北魏平城考古活动中 出土了不少北魏的陶勇 而陶勇的造型透露了大量的北魏生活细节 其中农业生产是一大主题 公元398年 拓巴龜颁布了一道法令 让游牧的鲜碑人变成像汉人一样的农民 从事农业生产 他对前往平城的民众实行忌口受田 所谓忌口受田就是以家庭为单位 分配给鲜碑民众耕牛和田地 让他们耕田纳租 也是在同一年 拓巴龜宣布称帝 并且把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作为帝国的首都 一个骑马游牧驻冠绽的草原民族 不仅要学习灌溉耕作 而且要像中原的王朝一样修建宏大的城市 鲜碑人在历史的一个短暂瞬间 就从游牧文明走向了定居的农耕文明 大同市中心气势宏大的华岩寺香火缭绕 大同这些存留下来的最早的庙宇 大都始建于辽金时代 可是大同的繁华 却从北魏定都于此就开始了 大同作为帝国首都的历史 一共有97年 这是他在古代经历大规模的建设 和享有最大荣光的时期 2003年4月 山西省文物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 在操场城发现了一处 北魏时期的大型建筑遗址 咱们现在来这个位置 就是咱们所说的操场城 北魏一号遗址 东西是44.4米 这个南北方向是31.5米 台积是属于黄土夯柱 在它的台积的南边 有两处踏道 相距之间就是14米多一点吧 虽然由于城市建设的需要 如今的考古现场已经回田 平城考古工作暂时告一段落 但这次考古却是文字上记载的 北魏那座规模宏大的都城 平城昭然天下 据史书记载 当时的平城有一百万人口 一条条街去四通八大 工程 内城 外国 布局有序 它是那个时代辽阔而苍茫的北方大地上 最宏伟 最繁华的城市 平城是中国第一座 按照汉文化传统建造的都城 看到十四街的街坊 平城的城坊设计规划 没有平城的十四街 没有平城的规划 就没有堂在长安城 拓跋规不仅按照汉文化修造了都城 他还模仿汉朝建立各种制度 包括爵位 官制 学校 礼仪等等 虽然和江南的东晋汉人政权分庭抗礼 每年这位鲜卑皇帝还要隆重地祭祀孔子 同样 将就阴阳虚实 追求先方艺术的道家也获得了认可 总之 中原文化在鲜卑民族这里 长出了枝鸭 获得了生机 而就在儒道盛行的同时 一种从西域传来的新的宗教 佛教也在流传 佛教对云岗石窟的诞生 起了重要的作用 赤乐川 阴山下 天似穷炉 笼盖四叶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堤 现牛羊 很多人不知道 这首著名的岳辅诗是由鲜卑语异成汉语的 它是鲜卑人的米歌 东汉末年 鲜卑人还在蒙古高原的赤乐川下放牧的时候 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 那就是佛教沿着丝绸之路 从印度 巴基斯坦和中亚地区 经由新疆 甘肃来到中原 中国最早的佛寺 白马寺 就是在那时候建立起来的 东汉末年和继之而来的魏晋 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乱世 杀伐四起 战乱贫人 在现实的苦难中备受煎熬的人们 很愿意接受把希望放在来生的佛教 让遥不可及的另一个世界 慰藉自己的心灵 佛教是提倡修来世 今世都有多么痛苦 多么艰难 那么以后它可以升天 它可以到西天 极乐世界 这个也给人民解除一些精神上的痛苦 鲜卑民族本来是信仰萨满教的 他们相信万物有灵 动物植物以及无生命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 都可能是他们的偶像 等到经过一系列战争 统一了北方 并且和南方的东径政权 形成对峙的时候 佛教在先辈人中间已经获得了不少信众 但为了佛教更广泛的传播 僧侣阶层还必须绞尽脑汁 想出新的策略 公元397年前后 一个叫法国的和尚来到了平城 诗书上说 阿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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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最后终结于长江中上游地区 在这个由石窟串接起来的石空链条上 位于海河流域最西端并且紧邻黄河的云岗石窟 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云岗石窟的重要性就在于 它是北中国地区皇家的第一个大石窟 那么在它建立完之后 因为它是皇家的 它又统一了北方 所以它那种造像风格就反过来 就是向外扩 就像一个大石头扔进水里以后 它往外扩 所以佛教的传播 就包括佛像本身 它并不是说就是 就完全是从西到东的一个过程 它很复杂 它也有从中央 然后往地方上传播的这么一个过程 甚至就是远在敦煌 它也接受过这个 云岗石窟的影响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尖陀罗是梵语的音译 意思是芳香之地 位于今天的巴基斯坦北部 喀布尔河下游地区 而古代它指的是葱岭 也就是帕米尔高原西边的地区 公元前四世纪 随着古希腊亚历山大地东征来到这里的 还有古希腊的雕刻艺术 公元一世纪前后 佛教在坚陀罗地区盛行 以往 佛教并不为佛造像 但当佛教与掌握了古希腊雕塑记忆的坚陀罗人相遇 人类早期的佛教造像就诞生了 建陀罗艺术呢 它既吸收了印度的佛教内容和印度造像艺术 同时大量地采用了希腊式的艺术风格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建陀罗佛像 一种像希腊神像那样的英雄般的人物形象 这是一种跨文化的交融 公元四世纪至六世纪的丝绸之路上 往来与建陀罗地区和中国西域的僧人 商旅和工匠络络绎不绝 充当着佛教东建 同时也是坚陀罗艺术东建的推动者 随着佛教的逐渐东传 这些受到古希腊 古罗马造型艺术影响的佛教 也进入中国 而最为系统的坚陀罗风格造像 当属武洲山上的云刚早期石窟 那么早期的佛教造像艺术更多的是 它看到了佛教最早的产生佛教的 建陀罗艺术风格 那么当这个佛教产生建陀罗艺术风格之后 东传之后 实际上现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云刚 云刚就是建陀罗艺术东传以后 产生的一个巅峰之作 第十九窟的造像被一些学者认为 可能象征着北魏的第二位皇帝拓拔寺 他高达16.8米 在云刚石窟里算是第二大佛 第十九窟的这尊主像呈国字脸 神情端重明素 双腿结家夫座 右手上举做无畏手印 左手半握拳轻放膝上 手里还握着一卷布帛 他的左手拿的是布帛 这个布帛表示一种法医的传承 就是说把佛法由一位传承给另外一位 表现了佛法永存的 永远传下去的这么一个理念 第十九窟的造型 在佛教洞窟中是极其独特的 它的圆弧形轮廓 很容易让人们想起 来自北方草原的拓拔鲜碑人 最为熟悉和最为亲切的空间形式 那模仿笼盖四叶的天空 和穹顶绻放的造型 除了洞窟造像的力学要求之外 还把草原民族真实而永恒的生活状态 自觉或不自觉地映射出来了 第十九窟的穹顶和环壁 几乎全部雕刻了小勘和千佛 这一列列一圈圈的小勘佛 浑然天长 在第十九窟拱门东侧的南壁下面 有一个手提镜屏的小沙米 小沙米的神态清纯可爱 在肃穆的洞窟里增添了 令人难忘的童真情趣 在洞窟南壁的上层 有一个佛经中 罗侯罗父子相会的故事下 他描绘的是释迦牟尼出家之后 第一次回家 见他五岁的儿子 释迦牟尼采用站立姿势 右手上去做出福音首饰 左手轻轻抚摸着罗侯罗的头顶 小罗侯罗双手合十 在前程中包含爱念父亲 并喜得相见的深情 罗侯罗与佛陀相会的雕像 充满了父子柔情的人间美 拓跋四是拓跋归的长子 以往鲜卑人在皇位继承问题上 大都是胸中帝脊 或者部落推具 而拓跋归仿照汉人的制度 建立敌长子继承制 拓跋四就成了北魏历史上 第一个以长子身份继承皇位的人 拓跋四即位以后 继续着父亲民族和文化融合的努力 他更多地采用汉族的制度礼仪 各级官员也大量任用汉人士族 而汉人官员中最受宠信的就是崔浩 梁粉是大同著名的小吃 它的起源无从考证 但最早记载这道美食的 就是北魏名臣崔浩 他甚至还写了一本书叫《石经》 石经后来失传 但凉粉的制作方法 在齐明药树随书等古籍中都有引用 但是就是在齐明药树里头记载 它这个凉粉吃的时候 它要或者是热的 它浇一个肉汤 然后凉的呢 就是放在这个麻酱里头 放在奶酪里头吃 但是现在基本上就是属于放在辣椒里 放辣椒啊 什么酱啊 酱啊 酱啊 醋啊 这些油啊 这些 史书记载 崔浩是一位博蓝百家 惊严毅力的儒生 他性格坚韧而强悍 经常直言紧禁 对军事也很在行 崔浩竭尽全力 用儒家思想 冥想鲜卑皇帝 在皇位传承的事情上 崔浩也力劝拓跋寺 按照敌长子继承制 早立皇储 拓跋寺有一个早会的长子 名字叫拓跋涛 他十二岁就作为统帅 领兵打仗 公元四二二年 为了确保皇权不至旁落 拓跋寺把拓跋涛正式立为太子 第二年 三十一岁的拓跋寺 并逝于平常 十五岁的拓跋涛继位 他的出现 对北魏的发展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有些学者猜测 云冈石窟的第十八窟 是为北魏泰晤皇帝拓跋涛修建的 从窟外看 这一窟与其他洞窟一样 都是下凿拱门上开明窗 他的外立壁上雕刻着一列列 一排排的禅定佛 密集的就像是风潮一样 他以几何图形的规则 表达着大乘佛教的理念 众生皆可成佛 虽然现在的山壁 历经千年的雨打风吹 失去了原有的样子 但斑驳残圣的千佛小象 仍然可以让我们感觉到 雕噪这些小佛史 信仰的力量和虔诚之心 第十八窟北壁的这尊大佛像 高十五点五米 在中国佛教石窟的佛像雕刻中 它是独一无二的 它的独特就在于 它披着的袈裟 这尊大佛的袈裟上 布满了小佛像 他们随一文而起伏 随褶皱而舒缓 就连佛陀左手黏着的衣角上 也刻满了小佛 数以千计 所以人们称之为千佛加沙 在一个石壁平面上 捐刻千佛 需要千般的胆识 万般的记忆 而在一文起伏的动态中 表现出整齐有序 上下转折的千尊小佛 就更是伟大的艺术创作 在第十八窟的主尊佛两侧 各有一尊佛 一尊菩萨和五个弟子 西侧的菩萨和弟子都已经风化了 东侧的大佛 焦踏莲花 身高超过十米 身后有背光 而他身边的菩萨 头戴刻功精美的画佛观 在佛陀头顶的上方 是几个神态生动的弟子 十八窟就是这样用大大小小的佛和菩萨 众经捧月般地烘托着 那座可能象征着拓跋涛的主尊佛 魏叔评价拓跋涛 说他离爱如生 兼资文物 他像父亲拓跋寺一样 不顾鲜卑贵族的反对 继续重用崔浩等汉族大臣 使北魏进一步 向中原模式的封建帝国定性 崔浩满腹经轮 如道皆通 但是他对于佛教是非常排斥的 他向拓跋涛引进了道士 靠千知 并且成功地让拓跋涛变成了道教的信徒 道教大约出现在公元二世纪的东汉末年 早期的道教上处初创阶段 无法和历史悠久的佛教相抗衡 靠千知对道教进行了改革 吸收了儒佛两家的理念 建立了比较完整的道教教理 教义和斋建一世 大大推动了道教的发展 恒山玄空寺距离大同只有六十五公里 相传 扣千知心事前曾留有疑讯 要建一座空中寺院 上宴削客 下绝削府 也就是与天上的神仙共语 而将人世间的烦恼抛弃 于是几十年后 在扣千知的徒子徒孙们的努力下 终于在北魏开国皇帝拓跋归 进兵平成的兵战旧址上 建成了这座齐绝的寺庙 玄空寺的齐绝 不仅在于它的建筑位置 它还是国内仅存的 如 室 道 三教合一的庙宇 玄空寺殿内正中 端坐着释迦牟尼 左边却是儒家始祖 孔子 而右边则是道教始祖 老子 可是 这三尊象征着儒 世 道 和谐相处的雕像 并非建于北魏 在托巴涛当政的时候 他们正激烈竞争 并酿出了血雨腥风的惨祸 公元440年 已经笃信道教的拓跋涛下令 改年号为太平真君 一个充满道玄意味的名字 并封变寇千支为国师 尽管拓跋涛本人成了道教信徒 并且把道教立成了北魏的国教 但佛教还是如火如荼的传播着 此时佛教寺庙已有三万座 出家僧人达两百万 魏书地形制记载 北魏群国人口大概在一千一百万到两千万之间 如果除去半数左右的女子 再除去老幼病残 依然有两百多万人不交任何付税 也不服兵役 只是坐享供奉 这些人正是那些涌入寺院的僧侣 而佛教场所大型土木的耗费 也给北魏的经济和税收 带来沉重的负担 拓跋涛当政的时候 面对着一北一南两大强敌 北部是远在大漠深处的游牧民族柔然人 他们来去如风 如同北方少数民族 百年前冲击中原大地一样 一次次地强略北魏的边境 南方兴起了一个强人政权 结束东晋统治的刘宋王朝 王朝的创立者刘豫 以一介不一起家 征战近二十年 统一南方 他出兵北伐 甚至一度攻入长安城 面对经济和军事的压力 拓跋涛下诏 布告天下 从今以后 私自供养的和尚 武师都要送到官府 不得再行养序 现当年二月十五日 过期不交 武师和尚要诛杀 主人满门抄战 北魏城里到处可见 僧人被士兵拦住 强迫还俗 然而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意识到 这场磨难才紧紧开了个头 公元446年发生了一件事 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的刀火索 这一年 在陕西发生了一次民变 拓跋涛在清征途中 路过长安时 意外发现 有一座寺庙内藏有弓箭刀枪等武器 拓跋涛断定寺庙行为不轨 与起义军勾结 想要作乱 他命令崔浩起草一份诏书 诏书宣布 焚毁所有的佛像和佛经 和尚无论年龄大小 一律活埋 并禁止任何形式的佛教传播 这就是著名的灭佛照 就是说出家的太多 那对于国家的这个力量 它会是削弱 以皇帝为首的 这个大肆的信佛的话呢 会出现财富也大量的流入思念 那么财富流走了 这个人力流走了 那么对于这个国家 那它怎么办 所以它就面临着一种选择 那么有的皇帝的选择 那么就是一种极端的选择 就是灭佛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灭佛事件 之后又出现过三次短暂的灭佛 几乎每一次都是因为佛教的发展 对国家的经济造成了重大影响 让皇帝痛下禁令 但是其他几次灭佛运动 大多只是勒令僧尼还俗 压缩寺院数量和规模 没有哪一次像北魏的这一次如此残酷 灭佛照里赫然写着 扫除狐神 灭其踪迹 和尚无论长幼 一律除死 以佛陀的境界来看 这种杀戮不过是陈氏 在城 住 坏 空的循环里 注定的一个片段 但凡人却难以承受 这重击带来的震荡 面对血流成河的场面 连崔浩的盟友扣千枝也大出意外 他不止一次规劝崔浩 不要大开杀戒 但是崔浩对此置若罔闻 当年太武灭佛运动中 唯一幸运的事情 是灭佛照被快马送到首都平城 交给了一个人 他就是拓跋涛的长子拓跋谎 拓跋谎是佛教信徒 他决定延迟发布灭佛照书 给了一些僧人逃跑的时间 灭佛行动迅速波及北方大地 手段之凶残堪称空前剧后 僧人被活埋 妙产被抢劫 几代人兴建的佛塔寺院 荡然无存 后来的考古学家曾经多次发现 与北魏有关的埋藏坑 这些埋藏坑里 埋藏的不是人骨 而是佛像 比如在河北林璋发现的一个不到三米的埋藏坑里 就找到了近三千件佛像 这个都是因为毁佛灭佛之后 那么有很多佛像被打碎了 也有的可能被秘密地藏匿了 风声很紧的 这个时期过了之后 一些教徒 一些信徒 他们把这些佛像给集中起来 进行集中的意埋 也就是用稍微俗一点话 就叫做做功德 他们把这些佛像集中埋起来 再做功德 那么实验这个呢 就是在毁佛灭佛之后 所做的事情 拓跋涛在史书上有战神的称号 他的一生几乎都在征战中度过 可谓功无不取 战无不胜 特别是对柔然的战争 堪比汉武帝时代 名将获取病 大破匈奴的传奇 拓跋涛十三次率军进攻柔然 尤其是公元四二九年 拓跋涛分兵数路 大举进兵 其中 东路由拓跋涛亲自率领 他的亲戚长途奔袭 纵身穿插 俘虏敌军甚重 自此柔然势力被削弱 柔然可汗远顿 北方边赛得到短暂的安静 拓跋涛经过十几年的征战 最后 在公元四三九年 深入河西走廊 灭掉另一个墙底 北梁 至此 五湖十六国中的最后一个国家灭亡 混乱了一百三十五年的北方 终于完全统一 河西走廊正处在佛教沿丝绸之路 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上 因此 无论是北梁 还是它之前的统治者 对佛教都极为前程 这是麦基山石库 它开凿的年代是后勤 可能比云冈石库的开凿早了五十多年 这是敦煌石库 有推测说 它开凿的年代是在公元三六六年 这比云冈石库的开凿 大约早了一百年 那个时候 河西走廊是中国境内佛教信仰的中心 除了开凿石库修建庙语 河西走廊的统治者们 还组织僧侣翻译经卷 因为出土了汉代艺术奇作 《马踏飞燕》而驰名的武威 曾经是北梁的都城 北魏灭掉北梁之后 把梁州的三千名僧侣 还有三万户官吏 工匠和平民 迁到北魏的都城平城 梁州佛教人才积极 印度高僧谭吴称 就曾在那里翻译佛经 与此同时 梁州附近也有石库开凿 北梁被灭之后 北方的佛教中心 也就东移到平城了 北魏泰晤皇帝唾巴韬 掀起灭佛运动以后 北魏经典的佛寺 全部黄拜了 对佛教曾经的热情 在政治的压力下 消散不见 居住在平城的鲜卑人 已经不再理佛 但还是会按照传统 去西郊祭天 公元450年 在平城通往西郊祭天神坛的路途中 人们看到了一片壮观的石碑 这些石碑上面刻写着字幕的字句 这是崔浩主持的一个大型文化工程 里面不仅有华夏文化的经典武经 还有记录北魏历史的国际 崔浩和他的父亲崔弘都是皇帝最为倚重的汉族大臣 崔浩曾经向人夸耀 他在修国际的时候 秉承了汉人世家不畏尊者会 禀彼直书的传统 在国际中 崔浩详尽叙述了北魏的创立者 鲜卑拓跋部落的发展 毫不顾忌 他们在部落时代婚姻关系的救赎 而对于日渐汉化的鲜卑人来说 这种真实的记录 简直就是有意的羞辱 拓跋部落起源于大兴安岭深处 直至东汉末年 还处于原始部落的状态 在入住中原并与汉文化融合之后 对于祖先的生活自然不愿提起 而崔浩却触动了他们最敏感的神经 但是也有专家认为 这还不是触怒鲜卑贵族的真正原因 对鲜卑先祖旧习俗的暴露 只是扳倒崔浩这些汉人重臣 进而废止从拓跋归开始的迪长子传位制 和其他汉化政策的一个借口 因为道武帝来国史的基本主题 它并不说是我要怎么如实地记录婚姻关系 它是要建立我们父子相传的这种中脉血统 为黄传的父子相系提供理论根据 但是这不是事实 或者这很大程度上不是事实 本来是推举的 你现在好人 我们自古以来都是父子相传 这是非常非常反传统的一件事情 虽然此时的北魏 已经基本建立了帝国体制 但先卑贵贵族的实力仍然强大 当北族的贵族大人们 浩浩上上跑到西郊几天的时候 当然是蛮强的热血 蛮强对于祖宗的这种缅怀 和对于传统的这种光荣 都洋溢在自己的全身上下 洋溢在每一个老人到孩子的这个幸福 那么回来路上或者去的路上 我们又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果实 它是磕在杯上 而且就在那个边上 所以今天我们不太清楚 为什么这个杯就一定要立到 到西郊几天的路边上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刺激人的东西 石碑事件点燃了先卑贵族 积蓄的各种不满 他们要求严惩催浩 拓跋涛虽然以重催浩 但他也不敢彻底得罪 还握有权力的先卑贵族 公元450年7月5日 拓跋涛下令诛杀催浩 同时受牵连被诛的 还有其殷亲 范阳 卢氏等家族 而这些家族都是北方地区重要的 汉族士大夫家族 是儒家文化在北方地区的大本营 他是做了这个汉胡队里的牺牲品 泰伍地的基本政策是要汉化改革 他必须去贯彻这种汉化改革的政策和措施 但是要推进汉化改革 就会跟保守的北竹行政队里面 如果这种矛盾被管控在一定范围之内 大家是相安无事的 但是当这个矛盾管控不了了 极化了 这就肯定是需要有所谓替罪 需要让这种矛盾有一个鲜血的出口 把局势平稳下 公元450年初冬 就在处死崔浩几个月后 托巴涛调动六十万大军 清征江南 北魏军队只用了短短三个月时间 就打到了南朝都城建康对岸的瓜布山 甚至在那里建起了行攻 然而就在南朝激进覆灭的关头 托巴涛却毫无征兆地带着几十万军队打到回府了 对于托巴涛的这一举动 正是李鱼烟不响没有定论 但是有学者推测 这是因为他怀疑留在平城的太子 托巴黄发动政变 托巴涛发布灭佛照的时候 托巴黄曾经劝说准备殉道的高僧 谈要隐居山林 等待时局的变化 托巴黄究竟有没有谋反 史书没有记载 但在蛛丝麻迹间 却透露出不寻常的信息 就在托巴涛回到平城的三个月后 二十三岁的太子托巴黄就幽居而死 死后被尊世伟井墓地 传说托巴黄死后 托巴涛的内心非常懊悔 他对曾经向自己告发托巴黄 谋反的宦官宗爱异常憎怒 赶到大难临头的宗爱 决定强奸动手 公元四五二年 一代战神托巴涛被身边的宦官谋害 此时不过四十四岁 内政的动荡 消耗了北魏的力量 托巴涛死后 他的孙子托巴骏继位 托巴骏看到了灭佛给社会带来的创伤 在继位两个月后便颁布诏书 在北魏全境恢复佛教 那佛教在当时是老百姓心中的宗教 太武帝灭佛当然有他的政治用意 但是他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跟人心对着干 所以文成帝就是在争取民众 不是说是我要倡导怎么样 而是老百姓要这个东西 所以皇帝也要这个东西 而且要比他们表现得更虔诚 这才能做一个受到人民拥护的皇帝 这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经过托巴涛时代劫难的佛教 在托巴骏执政的时候恢复了元气 各地开始重建寺院 诵经的声音再次响起 苦难中臣服的人们 有了疏解痛苦的去处 暴力制造的伤口在渐渐愈合 一千五百多年前 一位少年天子出城巡游 忽然天子的白色御马离开队列 向驻足行礼的人群走去 他在人群中 闲着了一个和尚的衣角 这个和尚就是谭耀 北魏太武皇帝灭佛时 谭耀曾逃到河北定州的山林隐居 而这位少年天子 就是北魏王朝的第四代皇帝 文成帝拓跋骏 老天通过白马 让皇帝找到了谭耀 这个神奇的故事 被记录在官方史书《魏书》里 他的真伪无从考证 被接近皇宫的谭耀 提出要为帝王祈福 在武洲山开造五个石窟 每个石窟修建一尊大佛 而这五尊大佛 要以从开国皇帝拓跋归 到在位的文成帝 这四位皇帝 和位级登基便去世的皇太子 拓跋谎的形象为蓝本 谭耀的这个计划 既弘扬了佛教 也赞颂了军宝 就这样 云冈石窟作为北魏的国家工程 开造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 肃白教授 是我国佛教考古学界的态度 1947年 他在整理文献时 发现了一块金带石碑 大金西经重修武洲山石窟寺的碑文 文中记录了云冈石窟 在金带重修的情况 也简要回顾了云冈石窟 开掘建造的过程 这是云冈石窟研究室上 当时尚不为人知的文献 在一本书里头 发现了一个金带的时候 写云冈历史的一篇文章 文章很长 这篇文章过去没人见过 这我发现以后 我就把它理出来了 1978年 肃白根据金碑的记载 和在云冈的实地考察 写成了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一本 对云冈石窟的历史进行了分析 他认为 北魏文成帝恢复佛教以后 谈要主持开凿的五座洞窟 也就是第十六到第二石窟 是云冈石窟的第一期 公元465年文成帝去世 到公元494年 北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 为云冈石窟的第二期 此后则为第三期 谈要开造云冈石窟的计划 并非忽发奇想 石窟寺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 最早是僧侣的住处 后来佛教传播到巴基斯坦 和阿富汗一带的金陀罗地区 因为亚历山大东征 这里曾经沦为古希腊的殖民地 就是在这里形成了带有浓厚 古希腊古罗马风格的 坚托罗石窟和造像艺术 因为亚历山大东征 就打到什么呢 已经打到冲林之西 冲林西边 实际上跨过我们的这个冲林 然后西边不远的一个城市 就叫亚历山大 那么它这样呢 就是当地就留下来了一批 一大批的这个希腊化的移民 那么这批移民呢 他们呢有雕作神像的这个传统 但是它当时呢 你如果佛教不传进去 它也不会说是 我雕作佛像 我可能雕其他像 通常 坚托罗佛像具有希腊雕刻 常见的波浪式卷发 眉间有白毫 头后有圆形光滑 佛像的衣着 类似古罗马元老或哲人 身品的长袍 汉末的时候 发源于古印度坚托罗地区的 人类最早的佛教洞窟建筑和造像艺术 随着佛教沿丝绸之路 进入中国的新疆甘肅等地 而后又因为北魏的扩张 传到了平常 伴随着佛经和僧侣而来的 就有石窟和造像艺术 谭耀来自一个被北魏灭亡的国家 北梁 北梁地处河西走廊 曾经是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 谭耀对石窟寺当然不会陌生 成千上万无名的工匠 是各个民族的混合体 除了汉族之外 还有匈奴 贤卑 杰 笛 枪 这所谓的五湖 以及来自中亚地区和印度的工匠 曾经水火不容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 在这里共同创造新的文化 用斧凿和岩石的碰撞 代替金戈铁马的呼啸 用大佛的微笑融化曾经的隔膜和仇恨 历史就这样促成了云冈石窟的开启 先动了佛教艺术史精彩绝伦的营业 毛智喜是在云冈研究院工作的雕塑家 二十多年来 他和这座石窟朝夕相处 他对开造石窟的谭耀法师充满敬意 一直想为谭耀素一尊雕像 历史上的谭耀是一个语焉不详的人物 史书连他的出生地和生族年月 都没有明确记载 毛智喜喜欢徜徉在石窟里 去想象谭耀 去感受那个遥远的时代 云冈石窟是当时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佛教艺术工程 一千五百多年前 成千上万的工匠在这里布设昼夜 开山凿石 武洲山的岩石属于沙眼 上部坚硬 下部较美疏松 对开造石窟十分有利 但即使这样 在身体上完成大型石窟 在只有斧凿等简单工具的情况下 也是极其艰难的 云冈石窟第三窟 洞前立壁高达二十五米 是云冈最大的洞窟 它的布局像是幽深的迷宫 但除了唐代才雕噪的 几尊佛像外 空空如也 显然 第三窟是一个因意外 而终止建设的石窟 不过 当年开造洞窟的原始现场 一直保留至今 为后人研究北魏石窟的开造技术 留下了最直观的证据 这些沟槽是当年工匠们 揭取石料时留下来的 沟槽纵横交错 将岩石分割成矩形或圆形 工匠们沿着这些沟槽 搭进蝎子 翘起石块 揭取石料的情况大致如此 那么 整个石窟的建造 又是从哪里开始的呢 考古学家推测 云岗的工匠们 首先在身体上搭建出 类似于战道的脚手架 然后 自上而下 遭出石窟的基本窟性 石书上将这一步骤称为战石 在第三窟石室 靠近鸣窗的位置 由北魏开枣时留下的腐槽痕迹 1500多年前 工匠将开枣洞窟的第一枣 留在了鸣窗的位置上 佛像的雕枣是从顶部开始的 在预留位置的掩体上 开始雕刻主体佛像的头部 竹子向下 因为那么大的造像从上往下 确实很难掌握比例 但是我们也想到说 这太神奇了 这工匠居然从那十几米大的佛像 从头顶开始找到脚下 能找得如此的完美 但是第三窟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 它还是向这个提前有设计 提前有规划 然后按照这个设计规划 然后东窟里头就给它 大的造像都给它预留出配料来 就是哪儿要造 哪个地方要造什么 就雏形都出来了 大的 然后从上到下 依次静雕细作 因为你比如说大的造像 十几米的佛像 先预留出来以后 它的工作面就是它的实际上 这个造像的本身 最后就是静雕细作 就是从上往下 依次地给它下来完成 开凿大型式窟的工作极其几率 有学者对弹药五窟的工程量 进行过计算 最大的第十九窟 凿掘量为八千八百七十立方米 全部完工需要的天数为两千三百多天 用工量近十九万人次 而最小的第十六窟 凿掘量为两千六百一十立方米 全部完工需要的天数为一千九百多天 用工量为七万多人次 弹药法师那时候就住在五州山 他一边翻译佛经 一边监督工程的进度 云钢石窟编号为十六到二十的五个洞窟 就是在弹药的主持下开凿的 因此也被称为弹药五窟 弹药五窟在形制上有共同特点 他们的外壁满雕千佛 各窟大体上都模拟椭圆形的穷儒形式 造像主要是过去 现在和未来三世佛 象征着佛教的渊远悠久 永世不绝 监陀罗佛教艺术的特征 在弹药五窟清晰可见 美术史家认为 云钢石窟是沿丝绸之路而来的 汉传佛教 早期最宏大最重要的场所 也是监陀罗佛教艺术东传中国后 最典型的巅峰之作 很多人认为 具有监陀罗艺术特征的弹药五窟 象征着北魏开国之后的五位皇帝 但具体哪一座洞窟的造像 象征着哪一位皇帝 哪一座洞窟又是最先开造的 历来争议不断 主流的一件推测 因为佛教兮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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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小钟是云钢研究院的文博研究馆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其他四个大窟都有洞壁和门窗 主像是藏在洞里的 裸露的大幅可以使人们不受空间限制 观瞻 礼静 欣赏这旷世奇美的艺术杰作 然而 学者们推测 这种观赏上的好处 其实是洞窟意外崩塌的结果 也就是说 第二十窟以前和其他四个洞窟一样 是有钱利弊和门窗的 只不过 他在沙晚拍照的年代之前就已经崩塌了 而且 这次崩塌还破坏了第二十窟西侧的邪师火 关于第二十窟前利弊崩塌的年代 过去人们颇多争论 在所有的猜测中 最早的年代可以追溯到辽金 然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次大规模清理活动 却彻底改变了这种认识 和今天不一样 以前云岗石窟第二十窟前面的地面 并没有做硬化处理 雨季来临的时候 由于石窟地下水系比较发达 降雨会在地下形成毛细水 直接对洞窟造成危害 1991年 文物保护部门决定对第二十窟前面的土层 进行硬化处理 处理之前要进行一次考古挖掘 就在这次挖掘中有了意外的发现 发现了一个台阶在台阶下面了 同时发现了一个地质头像 特别精美的一个地质头像 这现在在云岗石窟后 保存最完整的一个 就是在云岗博物馆成立中 保存最完整的一个照相 头像 所以鉴于这种情况 就立即向国家文物局会报 国家文物局就说 马上就应该进行考古发掘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民居虽然搬迁了 但大窟前面的土层却没有动 1991年开始的清理 挖开了大窟前面近两米深的土层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对比照片 可以看出 大窟前面的土层 已经基本和大窟内部持平了 大窟的脚面也在这时 完整地显露出来 当清理工作进行到最后阶段的时候 在最深处的北魏地层里 发现了大量的石块 这些石块正是崩塌的潜力壁 一个惊人的结论出现了 第二十库的潜力壁 并非崩塌于辽金 而是在北魏 在云岗石窟刚刚开造不久 有的专家猜想 也许在谭耀的规划中 第十九窟才是谭耀五窟中的中心窟 代表着开国皇帝拓跋归 而第十八窟代表明元帝拓跋四 第二十窟代表太武帝拓跋韬 只不过 第二十窟开造的时候 遇到地层带来的问题 不久就发生了崩塌 当时的工匠才不得不把计划中 在他西侧的第十六窟挪到了东面 谭耀五窟就形成了现在的格局 在谭耀主持开造的五座洞窟中 据推测 为太子拓跋谎修建的第十七窟是极为独特的 这尊教教菩萨刻画的是弥勒 菩萨像观世高搜身体齐长 右臂佩戴着珠串 但他穿的这个服饰并不是佛装 而是古印度的贵族服饰 这个很大程度上就是说明 云刚代表的是中国的早期佛教艺术 那么这个早期的佛教艺术 很大程度上它就吸收了很多的 印度的文化在里面 所以在云刚石窟早期洞窟当中 我们能看到印度的风格 能看到希腊的艺术特色 也能看到波斯的一些文化在里面 令人惋惜的是 这尊造像遭到了来自自然和人为 两个方面的破坏 依然面目全非 但是从它残存的轮廓和痕迹上 我们仍能想象出 它原本是一尊品貌非凡 穿戴豪华的弥勒像 它是云刚石窟娇娇弥勒像的第一尊 是这类造像的先驱 站在第十七窟外面 很容易发现 这座洞窟的地表 与洞窟外面的地表 不在一个水平面上 而是处于地面以下一米左右 所以佛像交叉的两只大脚 也只能放置在地平面之下 形成了它与其他洞窟 诸尊佛像的差异 造像整体下沉 低于地面 这是设计雕枣有物 还是有更为深层的原因 另外 第十七窟的这尊造像 塑造的是三世佛中 代表未来的弥勒 但从造像的衣饰看 弥勒此时还是菩萨 并未成佛 为什么谈要选择弥勒 来代表拓跋谎 并且把它定格在了 未成佛的菩萨阶段 人们猜想 拓跋谎二十三岁 就在父亲拓跋涛的猜忌中去世了 他死的时候是太子 并未真正登基 死后才被尊为井墓地 也许这样的原因 使他不能与先帝们平等历练 只能屈下半截 使得谈要在建造造像之初 便设计了他沉到地平面下的样子 并且让他以菩萨 而不是佛的面目出现 因为我们说 从云刚的这个 谈要武库的雕刻理念来讲 代表的都是皇帝 都应该是以佛的形式来出现 那么这个十七窟就出现了一尊 一尊菩萨像 头戴花冠 两脚交叉 这种造像我们通常把它叫 交角弥勒 而且它不是交角弥勒佛 是交角弥勒菩萨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就说 它没有成佛 是一个菩萨像 它代表哪个皇帝呢 这样对应下去以后 就把它对应在了这个 太子进墓地拓跋皇 一给它对应就对应上来 所以这个造像就把它 说成是这个拓跋皇 第十七窟 除了交角弥勒大象外 它的左右两边 还凿出了两个大坎 里面有一座一立两尊佛像 做佛是过去佛 立佛是现在佛 加上中间代表未来的弥勒 构成了佛的三世谱系 拓跋皇虽然未曾登基 但工匠们仍然以帝王祖庙的工艺水准 来处理造像的细节 所以佛刊上无论是连夜 小佛 还是飞天和火焰状的文样 无不可叹可送 而供养天姿态风雨 衣室飘逸 构成一幅佛国的清帝风景 毛智希还在创作她的弹药像 这一工作已经进行了好几年 她做好了又毁掉 反反复复 似乎她永远也雕刻不出 心目中满意的弹药 在烦闷的时候 她会到弹药武窟去看一看 驻足在弹药留下的作品面前 她才能感到那遥远的时光的存在 看到弹药在悲喜不惊中 送走一代又一代的帝王 这是弹药武窟最东边的一个洞窟 编号第十六窟 从洞窟的形质上看 第十六窟和其他四个洞窟有共同的特点 就是椭圆形平面和高大的穹龙顶 以及贝贝朝南 顶天立地的人佛合一的大佛造像 海武窟的酷形它不是属于马蹄形穹龙顶吗 但是这个酷形呢就包括梁思成也好 包括苏白先生也好 他们就认为这个在这之前呢就没有这种酷形 他觉得应该是是不是平成的这个工匠独创的 后来呢在平成考古中呢就发现了沾杖的模型 就出土了两种沾杖模型 我也是这样认为 但是后来我发现也有专家也这么认为 就认为弹药武窟的这个窟形是仿这个沾杖的模型而来的 第十六窟的大佛石像有十三点五米高 赤脚站立在莲花台上 这就是北魏第四位皇帝 文成帝拓跋骏的人佛同体像 从面容相貌上看 它年轻英俊 头顶上的肉迹是波浪状的 很有古希腊雕像的风采 这尊大佛像的左手 具有石雕艺术难得一见的美感 它有着恰当的比例和超乎寻常的真实感 当人们静心宁神观看它的时候 仿佛能感觉到一种皮肤弹性的存在 感觉到一种温暖的存在 人形体当中创作难度最大的应该就是手的雕刻 如果有机会我们去看敦煌 到敦煌看那个张大千临摹的很多的那个造像 都是那个手 专门拿出手来雕刻 所以手的创作是很难的 那么绘画的创作难 云钢石窟又是一种原雕的雕刻 这个就更难了 另外就是高空作业来完成这个手 如此的逼真 我们细细的倒探跟前看 它那个指甲盖都刻得特别的精美 这个是非常的难 这尊大佛石像有修长的身材 又采用粒子 比较便于表现服装的样式和褶皱的变化 虽然石像在千年的岁月流逝中 双膝以下已风化残布 但完好的上半身 还是能让我们隐约地感觉到 它整体的服饰美 但在这尊具有尖图罗艺术特点的雕像中 人们发现了明显的中国元素 那么这尊像呢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它的服饰非常的漂亮 它出现了一个和早期那个佛装 完全不同的一种形式 我们早期看到的那种偏袒右肩式的 或者是铜监式的袈裟 在这个佛像身上 它出现了一个汉装 就胸前打了一个截子 像一个领带的形式 很多人认为说 中国人在一千五百年前 就穿上了这个领带的服饰 其实第十六窟大佛的服饰 是汉民族的服装 这种服装早在汉代就有了 那时的儒生穿宽袍大袖的衣服 在胸前用一个结来收束衣服 公元五世纪周夜的时候 这种服饰流行于中国的南方地区 正是当时南方汉人文化 对北方产生的影响 才让第十六窟的主佛穿上汉装 公元460年的农历元旦到了 北魏皇宫里正在举行盛大的新年朝会 在古月圣中 大臣们依次向少年天子拓跋郡献酒出贺 就在这一天 拓跋郡宣布把国号改为和平 如同这个国号 实行八年的怀柔政策 消弭了北魏社会的各种矛盾 经济和文化快速复苏 在差不多同时期的欧洲大陆 情形却有所不同 公元496年的圣诞前夜 法兰克人的国王克罗维 接受罗马教皇的洗礼 正是皈依基督教 从此 基督教开始介入欧洲各国的政治活动 又经过几百年的发展 最终取得了凌驾于政权之上的权利 在漫长的中世纪 教会虽然保留并创造了文化 但在一教独大的情况下 所有和基督教教义不符合的思想 都被宣称为义端 相比之下 中国古代社会对宗教义端 进行迫害的历史极其短暂 不同的宗教在世俗政权的统领下 平等发展 相互交融 唐朝时 除了佛道之外 还有三种外来宗教被皇室尊崇 这就是波斯人创建的仙教 模拟教 以及基督教的一个分支 景教 正是多元文化的交融 造就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辉华 而圣唐开阔包容的精神起点 就在于这个混乱中重建秩序的时代 北魏 拓跋郡是一位温和的 善于修补社会裂痕的皇帝 但这位温和的皇帝 却有一个强悍的妻子 冯太后 只是当她在位的时候 这个女人表现出来的 仍然是柔弱的一面 冯太后出身北燕皇祖 北燕被北魏灭过后 年幼的冯氏便没入宫廷为壁 在这里她遇到了此生中最大的贵人 后宫之主常太后 常太后是拓跋郡的保姆 一个保姆能封为皇太后 这在中国历史上 也仅处于北魏一朝 因为这个王朝有一个 子贵母子的组织 北魏的皇室极其讨厌 女人参与政治 由在立太子之后 将所立太子的生母赐死的习惯 这个奇怪的风系 据说是由道武帝拓跋归定下的 事情是从公元409年开始的 这一年拓跋归身处政治斗争和身体健康的漩涡之中 他一手开创的北魏帝国正如日中天 已经基本荡平了中国北方 他依靠汉人设计的文官制度运转正常 灌常游牧的子民 对于农耕生活也逐渐适应 首都平成一片繁华 可是当他想象汉人的王朝一样 把皇位传给长子拓跋寺的时候 所有的政治矛盾就都暴露出来了 对于中原王朝 嫡长子继承制早已是延习千年的祖制 但长期游牧的鲜卑人 一直遵从的是部落推举制和兄中帝籍制 因为皇子的母亲大多来自于其他部落 鲜卑贵族对他们不敢掉以轻心 时刻都警惕着他们对皇帝施加影响 拓跋部落的贵族 对拓跋规要传媒给长子的想法 表现出了空前的反对 他们是他用来统治汉族的基本的考虑 但是他们经常牵着他的手脚 不让他搞传子制 不让他成为一个尊子军 他让他相对要民主一些 要推举 战场上无所不能的拓跋规 面对来自内部的反对声 感到力不从心 他更多的依赖一种当时很流行的丹药 五十散来排解忧愁 号称能言言一说的五十散 实际上大有毒性 而且容易上瘾 据说福五十散以后的一种感受是 就像一把烧红的刀子 横梗在胸腹之间一样 是这种感觉 这真是一个坐墨不安 这个没有办法生活这样的一种感觉 再加上这样的一种政治氛围 道无敌的神经实际上 已经开始崩溃 崩溃的表现就是他杀人 他经常成批成批的杀人 暴躁不安的拓跋归 冥思苦想 终于想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但这个办法却开启了北魏宫廷的悲剧之门 魏书记载 公元409年 拓跋归立长子拓跋寺为皇储 然后赐死了他的母亲 拓跋归告诉儿子 过去汉武帝准备立太子刘芙玲的时候 就杀死了他的母亲勾异夫人 为的是不让夫人以后参与国政 知识外戚专权 你理当继承皇统 所以我效法汉武帝 为你做长久的考虑 等到拓跋寺成为皇帝 他要把皇位传给长子拓跋涛的时候 也把拓跋涛的生母杜贵贫刺死 后来拓跋涛的长子拓跋晃的生母赫氏 还有文成帝拓跋郡的生母玉酒驴氏 都依照这个制度被刺死 母亲是一个纽带 可以通过这个纽带 母族可以通过这个纽带来 强有力地引向这个新皇帝 那么我把母亲撒掉 这个纽带就切断了 那纽带切断了以后 这个小孩子还是需要抚养长大 所以他需要有保姆 这个保姆取得跟母亲相近的地位 在北魏历史上给了他一个专门的名字 叫保泰 保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她的皇后冯氏在这一点上与她极为投合 冯太后出身的北燕正是南北朝市东北地区的佛教中心 今天辽宁省朝阳市依然以曾经作为燕国时期的都城 龙城而出名 朝阳的地标是位于市中心的北塔 北塔虽然建于辽代 但它的前身却是北魏冯太后时期修建的佛塔 私烟浮屠 北燕在四五十世纪就是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的 冯氏一将独信佛教 它的兄长叫冯锡 也是一个狂热的佛教文化的推动者 他在柱州建立佛寺七十多处 写了十六部一切经 所谓一切经就是大藏经 当时所有佛经的总会 现在我们大藏经是一百卷的 写了十六部佛经 对佛教的礼敬 包括云冈石库的兴建 将文成帝和冯太后两个人紧密相连 通常说的佛教事务是皇后特别关注的一个 皇帝本身爱与身份通常来说是不能 除了那种大规模灭佛了 他通常背后有皇后背景 因为妇女跟宗教的关系的确容易跟我有一起 公元四六五年 二十六岁的文成帝驾崩 而那时冯太后也不过二十四岁 在葬礼三天后取行的焚烧皇帝衣服 器物的仪式上 他从枯道的百官和妃嫔中冲出 扑向燃烧的大火 向为文成帝殉葬 幸好他被人拉住了 否则后来的北魏将会是另一番模样 那么冯太后飞身扑火的动机 是出于对文成帝的感情还是另有原因 诗书记载 文成帝去世之后 在年仅五岁的县文帝拓跋洪继位的第二天 丞相以魂就假传圣旨 杀死了三个大臣 接着又连续诸杀前朝元老 不到两个月就掌握了政权和军权 凌驾于皇帝之上 文成帝的驾崩 让二十四岁的冯太后失去了安全感 面对由各个不同民族部落所组成的联盟 以及错综复杂的各种势力 他没有了可以依靠的人 此时冯太后感到了危机四伏 惶恐不安 云冈石窟的建造 在政局的动荡变换中继续着 毕竟无论谁上台 造窟都可以巩固统治 在石窟的浮凿声中 冯太后集聚着力量 准备对丞相以魂决定反击 不知道在武洲山工作的工匠们 是不是感受到了 这种不确定的政治气氛 但洞窟里祈福未来的弥勒造像 更多了 现代佛呢 就是石家佛 未来佛是弥勒佛 那么在云冈石窟啊 是着眼于未来的 所以他信仰弥勒 是很突出的 弥勒西亚 包括北魏政权 他也有这个思想 因为他在这个政权的 执政的这个很长的时间之内 他要遇见很多困难 你比如说 他著名的就是太武免法 这个佛岛之争 他怎么办 遇到很多困难 另外的话呢 在他宫廷里边出现了很多矛盾 斗争 这个又怎么办 他就寄希望于 弥勒早日下世 然后呢 和谐的社会早日到来 武洲山寺院中 一阵紧似一阵的沐鱼声 敲响的正是乱世中 人们对和平安宁的期盼 可是和平常常在动荡之后 才会来临 公元466年2月初二 龙抬头的日子 冯太后突然发难 杀死了乙魂 大事已了 冯太后当仁不让地 坐在了小皇帝 拓跋红背后的位子上 她与小皇帝 开始同朝听政 当这个曾经娇弱单纯的女婢 成为权倾一时的国母 她开始为自己的报复 寻找舞台 不久 一向在中国历史上 起到文化普及作用的重要政策 郡国办学 颁布实施 先卑人虽然没有自己的文字 但他们在每个郡设立学校 设置博士 助教 声援 让汉文化在北魏帝国扎根 从原来基本不读书 到现在要读那么多的中原典籍 从原来不讲我们的那套 所谓李一之邦的李一文明 到现在要处处讲究李一文明 从原来不会说汉话 到现在要说汉话 这里面要发生的变化太多了 每一种变化都伴随着传统 与前进方向之间的对比 县文帝拓跋红一天天长大 到了公元467年 县文帝的长子降生了 他的名字和父亲同姻 叫拓跋红 孩子降生之后 冯太后决定 像当年抚养县文帝一样 抚养拓跋红 并归正于县文帝 县文帝欣喜地接受了这份讳赠 并没有深究冯太后的真实意图 而此时 北魏与刘宋争夺怀北的战争 也很顺利 从公元468年2月起 军队所过周见 特别是被称为清奇的山东地区 进入北魏囊中 这原来一直都是南朝 最重要的战略屏障 和南朝直下的 一个行政区 所以它上面的文化 就是南朝文化 就是正统的华夏文化 从经学到艺术 到各个方面都是这样 所以呢 清奇地区在当时 被收归到北魏的手里 那么使得江南的文化 使得南朝的文化 大量地流入了平城 按照北魏惯例 战胜之后 占领地的士族豪强和民众 会被迁往首都平城 山东是孔梦之乡 也是当时佛教的重地 在这些被迫迁徙的人群中 混杂有大量僧人和工匠 这不仅促进了佛教的发展 更为云岗石窟 提供了充沛的人力资源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在青州的龙兴寺旧址 出土了大批佛教造像 其中 北魏时期的造像 大多身材单薄 是典型的中国汉人的体态 人们猜测 北魏时期 青州等南朝的工匠 掌握了开枯造像技术之后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谭耀武窟的第十六窟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 第十六窟的大佛 身披包衣搏带的服装 被认为与中原迁来的工匠 加入开枯有关 一批先进的工匠 一批先进的文人 作为俘虏 直接加入到了这个工程 这是谭耀武窟相比于此前各窟 突然抬高了一大块 看不去如此 美欢美论的一个重要背景 他收贵倾其这个举动 直接应该说是 关系到了 云刚石窟的修缮 甚至也直接 关系到了云刚石窟 从此以后的艺术变化 作为虔诚的佛教徒 冯太后为建字 速佛 写经 不遗余力 同时又敬仰中原汉文化 她在没有文字的 鲜卑人中间普及教育 主要内容就是汉文化 云刚第十六窟呈现的文化融合气象 大概也是冯太后乐见其成的吧 但这座献给冯太后夫君的洞窟 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这座洞窟本尊佛周围的墙壁上 遍布着佛刊和供养人像 分成上层 中层 下层 上层到中层的佛像 佛刊的雕刻有条不紊 而下层的佛刊配置则杂乱无章 在东壁有一座二佛并座像 它下面有许多供养人像被铲 缓掉了 第十六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有一些学者认为 这些被毁的供养人像 就是冯太后掌权时期 宫廷斗争的牺牲品 从其他没被毁掉的供养人像可以看出 这些供养人像穿着鲜卑族特有的上衣 戴着帽子 由于被毁掉的供养人像 占据了大佛刊最好的位置 所以有人推测 这些被毁掉的供养人像 很可能是县文帝的近亲 潘耀武窟是北魁的皇家石库 谁敢在石库里自意妄为 有权力抹杀这些供养人像 把县文帝一族清除出云冈的 只能是当时大权独揽的文明太后冯氏 那么冯氏为何要产去这些供养人像呢 张海燕是一位文物摄影师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算起到现在 他从事这个行业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在这三十多年当中啊 就是每拍一次勇敢 感觉都不一样 进一次洞窟感觉有心的感觉 对于一个摄影师来说 他的工作就是要在这些造像中发现美 补出那些细微的光影 而对于想要真正读懂云冈石库的人 则无法忽视这些造像背后的历史细节 公元469年 一个后宫女人的哭泣 开始破坏皇宫里和谐的气氛 六月 两岁的拓跋红被立为皇太子 之后冯太后坚决要求 按组制处死太子的生母李夫人 其实 此贵母死的制度定理六十多年 内外形势早已发生巨大变化 李夫人已非必死 但李夫人的不幸在于 其一 她是太子的生母 但太子必须属于冯太后 其二 李夫人的父亲属于县文帝一派 而日渐年长的县文帝和听政的冯太后 有激烈的权力斗争 此时的县文帝拓跋红 已经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 她不仅有了拥护自己的大臣们 而且势力范围逐渐扩大 已经开始了和冯太后的对抗 给冯太后构成了威胁 令她日渐恐惧 这是一个不可接受的局面 为了达到继续听政的目的 冯太后把目光转向了皇太子 这个更容易控制的孩子 只要控制住年仅两岁的拓跋红 以此来拉拢更多的势力拥护自己 与县文帝相抗衡 朝堂之上 皇帝一派和太后一派 关于国家政策的辩论 常常演化成激烈的争吵 双方的不和到底发展到怎样的程度 具体事实已被历史的长目所包掩 虽然冯太后已归正 暂时避免了与县文帝的直接冲撞 但在皇兴四年 也就是公元470年 他们的矛盾又因为一个男人 激化到了顶点 这个男人名叫李毅 是冯太后的男丑 李毅容貌俊美 年轻而多彩多艺 并且身居高官显位 冯太后经常以奏事为借口 照李毅进攻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成为朝野上下 近人皆知的事情 先文帝以李毅为目标 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屠杀 诗书只用不得已三个字 来说明冯太后的心情 但冯太后对于这次诛杀事件的愤怒 成了两者形成对立的决定性因素 并最终致使县文帝下台 在李毅备出的第二年 县文帝尋性河西以后 经由殷山返回平城 而后突然宣布退位 有学者推测 第十六窟东壁佛刊台座上 县文帝一族的供养人猎像 大概就是在这一时期被产去的 供养人像被产事件 估计是冯太后对县文帝的警告 接下来冯太后以近似威逼的手段 迫使县文帝退位 而县文帝则指明让其叔父 京兆王作为后继者 然而这种抵抗被冯太后 发动起来的群臣所遏制 主要的问题是处在县文帝 县文帝太自嫩了 不知道再沉住气一会儿 不知道再沉住五年气 或者三年气 这个局面可能就不同了 冲突的结局最后是 18岁的县文帝 被迫让位给自己年仅五岁的儿子 成了历史上最年轻的太上皇 据说在善位大典上 拓拔红悲泣不已 对父亲说 戴亲之感内切于心 一个五岁的孩子 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真是让人痛彻心扉 而后小皇帝登基 号称孝文帝 而冯太后则以铁腕 控制着这个孩子 她对于孝文帝的眼力 也是世俗上明确的 动不动就棍棒相加 她让陪孝文帝 读书的人都成了内奸 每个人每天都必须 汇报孝文帝的一件错误 如果没有汇报一件错误的话 就算你不合格 所以你看她的既是严妇 又是慈母 这确实就是一种皇帝的养成方法 它不是一种普通老百姓 家孩子的养育方法 这个里面有她的职业特征在里面 也有她或者天然的母性在里面 也有她对于托拔大魏王朝的 这种深远的寄托在里面 让儿子接替父亲的地位 其实是解决险文帝与冯太后 日趋尖锐矛盾的一种折中做法 对此 险文帝并不甘心 今天被称为云岗中期的石窟造像 是继檀耀武窟之后建造的 他们有着鲜艳夺目 辉煌华丽的气象 与早期庄严雄建的大象窟相比 造像和洞窟已经向太平祥和的 宫殿式过渡了 然而 随着武洲山石窟的大规模营造 北魏的宫围中却暗流涌动 险文帝已经不常在宫中居住 他在平城北郊另建了一座叫崇光宫的宫殿 崇光宫里高僧大德往来穿梭 直到一座被称为陆野院的石窟脱颖而出 二十世纪以来 有许多人在寻找陆野院 这里距离大同约十公里 眼前的大沙沟在古代是一条河 河边的山上有一座庙里 他衣山面水是修缠的理想场所 这座庙里的佛像并非北魏所建 但人们却在这里发现了当年的一些周丝马迹 这个石窟呢以后是 发现以后1980年 第一次文武普查时期时候发现的 当时呢以后因为这个地址 具体地址呢是在以后大同城北的小狮子中 所以我们把它成为小狮子石窟 后来呢经过我们在文献 根以后百外的文献上的记载 对照研究发现以后 它就是以后百外的陆野院石窟 考古人员找到的石窟共有十一个 这是造像窟位于正中 东西两边各有五个禅窟 这种造像窟形制 与云刚早期的谭耀武窟极为相似 除此之外 此地曾是北魏王朝的皇家狩猎公院 野鹿成群 崇尚佛教的县文地 就在这里建立起自己的精神家园 到了陆野院石窟寺 他开凿了一个供 他或者是他的同伴 在那打猎的时候 在那做树 然后呢坐在那个禅窟里边修行 那个石窟啊 一共是十一个洞窟 其中只有中间的一个洞窟 有一个做树像 其他这边五个 这边五个都是空洞 空洞是干什么的 做人的 那活人信仰佛教 要禅修 要修禅 怎么修呢 就坐在那里头去修禅 所以叫禅窟 我们现在叫陆野院石窟 陆野院有窟有相 也有不少禅僧 作为他最重要的精神和生活场所 退位的县文地 应该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一般而言 云刚石窟中期被认为产生于 孝文帝登基的公元471年 到北魏迁都洛阳的公元494年 但起初的时候 孝文帝尚未成年 显然难以应付如此巨大的皇家建设工厂 所以他真正的建设者 应该是实际掌权的冯太后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 已经善位的县文帝拓跋洪 对云刚石窟的介入减少了呢 这里是云刚石窟的第十一窟 也属于云刚石窟中期的作品 迎面看到的这一佛二菩萨 并非建于北魏 菩萨修长的身材和漂亮的文士 具有辽带雕塑的特征 而洞窟里那些繁杂的壁龛 也缺少统一性 看起来像是由两个团队 分两次完成的 十一窟 它是一个在云港明明确确 经历了二次营凿工程的 这样一个洞窟 就是分成最早开窟 中期中途停工 然后到了太后七年 重新第二次去补凿 在他的裤的丝壁上头 也都是凹凸不平 就是随着这个最初 留下了那个裤壁的这个平面 来去开刊 高了就高了 挖回去也就顺势去在雕塑 没有进一步做这个取平的 这样一个工序 这说明它不是一个统一的造像团队 在第十一窟繁杂错乱的背景中 西面的墙壁上出现了一个亮点 这就是弘大而美丽的七历佛像 他们每一尊都有和跃美丽的面容 仪态万方楚楚动人 第十一窟中途停客换人的原因是一个谜 但同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 可以为这个谜团提供合理的猜测 云岗石库中期建设的时候 拖拔红正在营造自己的陆演院 然而一块金带的石碑却透露 他并没有撒手云岗 1947年 北京大学考古系教师素白 在图书馆整理书籍时 在清朝人传超的永乐大典中 发现了一段描述云岗历史的文字 它来自早已遗世的一块金带石碑 大京西京武洲山重修大石窟四碑 也称金碑的石碑 文中考树了云岗石窟的开创史末 并记载了唐代 辽代和金代 三个王朝对云岗石窟的修建情况 其中有一句提到 就说是县文帝 革兴石窟四 革兴两个字 就是县文时期的洞窟一定是不同的 它和谭永武窟不同 谭永武窟全部是穷隆鼎窟 那么到了县文时期 它要改革 革兴 刚好这一组洞窟符合这些条件 我们现在就是假定 十一窟为代表的 这样一组洞窟 它是县文时期的洞窟 公元476年7月20日 县文帝拓跋红 离起驾风 诗书对皇帝死因计数含糊不清 但最普遍的推测是 托跋红被冯太后堵死了 而他插手的包括第十一窟在内的一批洞窟停了下来 最后竟沦落到亭台破败荒草漆漆的境地 在文物摄影师张海燕的眼里 云岗石窟的每一尊造像 包括墙上的小佛 菩萨 飞天都很美 关键是能不能找到一个表现他的角度 这些年他拍了很多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佛像 每一尊都那么动人 这个是白天拍的 因为我也是拍了多次了 各个角度都拍过 然后这个觉得最好的一组就是搭脚手架 在冥窗上面搭了脚手架上去以后 斜册拍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很好地表现了他的观 法迹和佛像的造型 这张照片在国家邮政总局印了邮票 一千五百多年前 北魏县文帝死后 大权独揽的冯太后 也找到了一个独特的角度 在武洲山的岩壁上 宣誓自己的政治存在 他把自己的理想投射到武洲山的岩壁上 那个理想中的佛国圣境越来越具体 这里是云冈石窟的第七窟和第八窟 虽然清除重建的四层木构楼阁 只曾覆盖在第七窟的前世 但这两个洞窟却有众多相似之处 比如四四方方的空间形态 平平整整的壁面和窟顶 这两个洞窟选取相同的造像题材 有着完全相同的布局 第七窟后视北壁分为两层 第八窟也没两层 第七窟的上层是陆形大窟 下层为圆形窟 而第八窟也是如此 两窟东西两壁的四度墙体 顶上都有一圈做佛 最下端都有一圈供养人像 而中间的主体部分都是四层 左右两列八个佛刊呈对称状 它们具有相同的佛教理念和艺术风格 这两个洞窟左右成双 布局对称 构成了一个分则各开门户 合则浑然一体的文化整体 人们将此叫做双窟 它们开创了一种新的洞窟形制 代表着云岗石窟从早期创作 向中期创作转变 这种转变被一些学者认为 是云岗石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独创 云岗石窟也非常明显特点 开中国石窟的先例 双窟 双窟在云岗石窟前面盖了十个寺庙 双窟十四 十四的基础就是云岗石窟 双窟 像五六窟是个双窟 七八二窟是个双窟 九十双窟 双窟它的背后就是秉承二世这种政治的背景 凡是读过卫书的人 对二圣两字不会陌生 卫书在记录北魏的诸多事件时都屡屡提到 而他们的对象就是当时的两位执政者 冯太后和她的孙子孝文帝 当然在二圣之中 真正执掌大权的是冯太后 她布局着云岗石窟 还把自己最着迷的一段佛经故事 变成石头上的现实 《法莲花经》中的一个故事 让冯太后过目难忘 远古东方世界宝禁国 一个叫多宝的佛发誓成 当她离开人间成佛后 无论十方国土中任何一处有讲法华经的 她和她的塔庙就会从地下涌出 后来当释迦牟尼演讲《法华经》的时候 面前果然涌出一座宝塔 塔中多宝佛圣赞释迦牟尼 随之多宝佛开启宝塔 分出座位的一半与释迦牟尼同座 阿尔佛并座的故事 在佛经中并无十分深邃的含义 但在北魏云岗中期石库的建造中 它是不可或缺的政治象征 云岗石库的第七窟 是云岗中期最早开凿的洞窟 在这个洞窟后世的北壁 上层是弥勒菩萨 以做佛像思维菩萨 下层的圆形大堪里 则是释迦和多宝阿尔佛并坐像 佛像因为风化 面容都已无法辨识 以前云岗石库也出现过阿尔佛并坐像 但是把这种造像放在墙壁正中最显要的位置 却是从第七窟才流行起来的 之所以流行 实际上就是和他的政治有着极大的关系 就是这个当时孝王帝执政 祖母冯明太后冯太后辅助他执政 这样一个政治格局 第七窟的上层刊是佛教中的现世菩萨 未来佛弥勒 她对下看的双佛并坐造像 意味着赋予因果意义的暗示 冯太后是实实在在的现世佛 而夏文帝还只能是未来佛 如果与第八窟相关联 他们还意味着一种实态的递进 从第七窟的上层刊的弥勒菩萨 到第八窟上层刊的佛 从第七窟下层的二佛并坐 到第八窟下层的一佛独坐 意味着二圣彼尖的格局的改变 这就像一个故事的结尾 孝文帝将成为真正的执政者 而在此之前她只是像弥勒一样修行 等待成佛的那一天 这也许就是冯太后对佛经的形象演绎 与第七窟和第八窟相对应 第九窟和第十窟也具有相同的营造理念 相同的空间形态 相同的造像题材 他们就如同一对孪生兄弟 每一个洞窟前世与后世 前世北壁上下 东壁与西壁 洞窟的关系 都包含在独立和统一的理念中 洞窟和造像所体现的佛教经典和审美理想 隐喻着一个王朝的政治生活途径 象征冯太后与孝文帝共制的阿尔佛并坐 此后在平城形成一种造像风气 沿着五周山体 云刚中期和后期大大小小的石窟中 阿尔佛并坐造像有近四百处 而以双窟为主体 云刚这一时期的洞窟造像 呈现出纷繁的生活色彩 以及可以触摸的生命气息 站在现实的土地上 人们看见了极乐世界 源自印度普洛门教中的幻境 变成了眼前有着五头六臂的纠魔裸天 和三头八臂的摩西手裸天 它们分别骑着孔雀和神牛而来 飞天 夜叉 各种各样的神灵 在色彩阴绿的流动中出席欢乐的盛宴 当佛讲经说法时 空中花雨似散 冯太后是冷血沉稳的政治家 但同时也是感性浪漫的女人 如果说双窟双佛体现了一种政治格局 与之相应的更多造像和图示 却呈现出与早期石窟造像简约雄阔 截然不同的精巧细腻的审美风格 女性化是冯太后的感情在造像上的流露 比如在第七窟南壁拱门的上方 六个被称为供养天的美人 翩翩而来 头上发迹如云 笑意沉静 姿态优雅 这种女性形象在以前的云岗石窟中是少有的 六位供养天下面雕有四位济月天 腾空与飞 供养天的闲静和济月天的飞动 一静一动 上下相对 因为是对称的双窟 第八窟的相对位置也有六位供养天 这里的六位美人有人单贵 有人娇脚 双手也或上或下 表现出一种随意而洒脱的姿态 他们与第七窟的六美人既对称又不雷头 在同一题材中表现出活泼的变化 而下面的季月天在这里换成了一排前景肃穆的佛子 第七窟和第八窟把细腻雕琢的风气带进云岗 洞窟里无处不体现着精致和仔细 绚丽的佛堪和神情各异的佛像固然华美 但边角的地方也毫不马虎 这座做佛双脚边的狮子 勇猛威严 是动物雕刻的上场之作 两个洞窟的枯顶都高难度地雕刻出了飞天捧团联图案 这种被称为平齐凿景的建筑结构 本来是汉位以来木结构建筑中常见的顶部处理方法 但云岗的工匠们却在离地面十二米多的石头上 做了汉化的仿木结构的艺术处理 陆叶院石窟随着信文帝神秘的死亡成为过去 而云岗石窟作为当权者们挥洒自己意去的地方 越发辉煌 关于那个辉煌时代云岗石窟的面貌 史书留下的不多的记载中 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北魏伟大的地理学家 历道元在水晶柱里对当时云岗所作的描绘 他说 起水又东转净陵岩南 凿石开山 阴岩结构 真容巨壮 视法所惜 山塘水垫 烟似相望 连渊锦静 坠目心跳 沧海桑田 沧海桑田 石光 只在五周山留下了大大小小的洞窟和造像 而那些庙宇和殿堂早已不见了 云岗石窟山堤的顶部 云岗石窟山堤的顶部 有一座明代残留下来的古城堡 明代以前 云岗石窟被叫做五周山石窟寺 明代修了这座叫做云岗堡的城堡 云岗的名字才流行起来 2011年 考古学家在明城堡附近有了新发现 这是一座佛塔塔基 呈八边形 中间为方形塔基 八边形确定为辽带塔基 中间的方形塔基 后来证实是北魏时期的 很显然 辽带在北魏的基础上有不见过 同时发现的熔铁炉当中有大量干锅碎片 这些辽带遗存与北魏的遗存重叠 北魏遗物有铸楚、瓦当、板瓦、铜瓦等等 而在云岗石窟第39窟窟顶以西 考古学家也经历了一次激动人心的发现 他们找到了面积广阔的北魏寺庙遗迹 寺庙以塔院为中心 包括塔基、不同方向的廊坊 以及烟道和灶坑 面积相当于八九个标准篮球场大小 这里曾经是北魏僧侣们的生活区和易经场所 这让人们联想到金碑中计数的十个大寺 以及历道远比下临次致币的殿堂 眼前的发现也许只是云岗窟顶的冰山一角 沿着满石洞窟的山体自吸往东 在山体和干涸的五周川河故道之间 至今还能看到石窟前壁上密集的洞孔和大量的住处遗迹 这说明不仅山顶 就是当时石窟外面也曾经有过大量的木构建筑 根据对古河道的验证 当时五周河的水位应该在石窟台阶下十米左右的地方 测算起来 窟顶的建筑距水面至少有五十米的高度 我们想象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 这些木构建筑和山顶的寺庙倒映在五周川河面上 应该是很美的 这就是历道远笔下的山塘水垫吧 云岗石窟第七窟第八窟开造的年代 据推测与弹药五窟相隔并不遥远 理论上主持者应该仍是弹药 然而第七窟第八窟的造像 尽管在人物艺术造型及其艺术雕刻风格上 与早期石窟有密切的联系 但在洞窟形制 壁面艺术设计布局 造像内容等方面均与弹药五窟显示出很大的区别 那么这些洞窟还是弹药完成的吗 翻阅史料可以发现一个令人疑惑的现象 在北魏最重要的记录佛教事业的史书《世老志》中 潭药的名字自潭药五窟之后就逐渐消失 最终连生族年月都无从考证 潭药多年担任佛教最高官职道人统 后来又叫做沙门都统 将造像事业推向高峰 这样一代高僧咱们会不知所终 对比北魏第一代高僧法国去世时 皇帝亲临葬礼 谈要晚年记录的缺失令人费解 公元479年8月 又一座佛寺思远寺在平城以北的方山开建 并且不难注意到思远寺的住持法师僧贤 此时已经成为沙门都统 而潭药从此消失的无影无踪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 碑文提到了一位名叫王玉的羌族大臣 王玉于公元484年至公元489年建造的重教寺 从面积到营造风格都与云岗第九第十双窟相合 石书记载王玉是一个深得冯太后宠信的宦官 有人推测在谈要五窟之后的洞窟 很可能就是王玉接替谈要负责建造的 云岗石窟由此发生的巨大的艺术上的变化 也就不难理解 按照这样的推理 自第十六窟之后 具有开创之工的谈要 也许就离开了云岗 但无论此后 谁担任这座伟大石窟的艺术总监 她真正的主宰 都是那位实际掌控着这个国家的女人 冯太后